波罗维生素含量极高,含有许多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,能够清楚解渴,消失止线,补剃抑血,而且味美感甜,吃虾米是非常适合吃的水果。 但是吃波罗时,要注意,没有和这几种食物一起食用,不然营养会得不到吸收。 牛奶,牛奶里有丰富的蛋白质,营养价值极高,但是波罗中含有大量果酸,会使牛奶中的蛋白质凝固,无法被人体吸收。 所以,食用波罗必须和饮用牛奶的时间段隔开,不然两者营养都会流失掉。 鸡蛋,虽然波罗中的糖、煤和眼泪对于人体来说很需要,但是遇见同样富含蛋白质的鸡蛋, 还是会在人体中,把蛋白质凝固成款,影响消化。 萝卜,不管是普通萝卜,还是白萝卜,都不适合和波罗一起食用。 萝卜中有丰富是维生素质,能够增强人体免疫能力,提高身体素质,而且萝卜品量, 还能润肠痛气,促进消化吸收,但是波罗也有渐渐消失的作用,因此两者一起吃的话, 不仅会导致肠胃负担过重,腹泻腹痛,还会严重影响维生素质的吸收, 因此,也延下育日,吃爽口干甜的波罗的时候, 一定也要注意不能和这几种食物一起食用,或者是接替食用, 不然会导致人体不适,还会严重影响营养吸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